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宝典 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呢各位 开高25点 早盘最多只有涨44点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者会觉得说 老师今天的盘不强 可是呢礼拜五的美股好强不对吗 礼拜五的美股费半是创历史新高 可是台股开个小高 就在那边晃 而且亮还说 为什么 投资人怕 但是上午要反问各位一句话 当你每次怕的时候 就代表高点还找得很 等到你不怕的时候 带着钢盔往前冲的时候 这个时候高点才会出现 这叫做人性 我相信各位今天涨你还是怕 而且呢更多人去相信空头的论调 去放空 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 老师啊现在龙卷余额啊 创了这六年来的新高 那台北股市摆明就是在嘎空不是吗 而且各位你越不干买它越会涨 而善为说为什么会涨 我说这个盘啊 这个盘很简单 各位这个盘很简单 你要抓的是主身段的股票 还有就是一个极其低 打底刚完成正要涨的股票 所以各位你看清楚来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测标 我说天龙地虎一把抓 什么意思 各位如果你不懂上尾讲的意思 你记清楚了 所谓天龙各位就像台积电 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这叫天龙的股票 所以现在全市场是不是在关注一件事情 台积电什么时候过300 如果台积电过300 它更意味着12682 指日可待啊 这叫天龙的股票 就是在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那什么叫地虎 激其低 打底刚完成像鸿海 有没有像鸿海 鸿海连续7年哦 EPS可以赚8块哦 那我请问各位 你今天看到它的股价 也才80块 本益比也才10倍啊 所以各位两大全资股 一个代表是天龙 一路往上冲 它什么时候再创波段新高 那大盘就是往12682迈进 好第二大的全市股叫鸿海 叫鸿海 它从底部开始上涨 哇那不得了 如果它反映13倍本益比 也就是说台积电 跟鸿海来讲 台积电只要过298 那鸿海呢 它只要往13倍的本益比迈进 就是破百了耶 你说这个盘怎么可能不到12682 可是现在投资人就是会怕 所以上回说啊 我为什么给你看测标 今天的测标跟上礼拜五 是一样的 来注意看 我说测标很简单 当然我没有带你买台积电 我也没有带你买鸿海 但是各位 天龙的股票就是走主身段的股票 我带你买什么 昌和跟讯新 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 老师 你为什么敢买 我们都很怕 我说天龙地虎一把抓 量缩震荡个股表现 注意看 我当时告诉你 因为你知道记住这句话 这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叫做主身段一定大于出身段 没错吧 各位 主身段是保证大于出身段 不然就不叫主身段 所以当你知道 这支股票在走主身段 各位光10月份就好 我们不要说他这个波段涨一倍以上 涨一倍多 就讲我跟你讲10月份就好 10月份开始 他就涨了57% 这叫做天龙的股票 迅新KY呢也是啊 主身段他一定会大于出身段 各位光10月份他也涨了56% 光10月份他就涨了56% 好 再来 什么叫地虎的股票 就像鸿海 就像鸿海 所以当时我告诉各位什么 买金顶啊 我先让你来复习这段VCR 我们再来追踪金顶 来请看VCR 昨天开盘前就告诉各位 3413金顶三线纠结黄金交叉 请用开盘价直接私价买进 建立基本多单 成交122 碰 拉涨停 好 你再看今天 这是昨天来这里拉近一点 为什么开盘价就要买 这是三线纠结 结果昨天真的爆量攻涨停 为什么 因为红海嘛 我说台积电休息红海就会接棒 这好漂亮的控盘啊 现在一堆人还在放空啊 一堆人还是不敢买啊 所以控盘的节奏各位上回直接跟你公开了吧 从9月25号我就告诉你台积电会涨 大盘会涨到会公过11270 结果你看大盘就这样涨了412点 哎 没多久呢 9月25号到今天没多久呢 412点呢 台积电36块呢 哎 台积电变标股了对不对 那我昨天告诉各位 台积电一休息红海就接棒 红海就一接棒 所以红海概念股里面 各位我们冲刺班就是买金顶 好 你再看今天 来 你看今天 今天 你说老师今天大盘不好玩哎 没关系啦 你看我们的股票为什么这么好玩 3413金顶持续放量强攻 今天收周线量价其扬 成交价 各位 这个是打错了 成交量突破了107年6月 更意味着量先价行 下周持续看好 就算涨停也不用卖 我今天还是跟冲刺班说不用卖 你昨天买了金顶 今天你也不要卖 就算它涨停你也不能卖 结果它是这样走 这是大盘 大盘是这样走 它是这样走 当你看完这段VCR来 我们来继续看来 各位 我们买在122结果你发觉到一件事啊 为什么上回说红海开始台积电休息 红海接棒 但是上回不会买红海 但是买红海概念股金顶 买完标涨停 对不对 隔天我就公开给你看 然后我还告诉你量价关系 你就发觉老师真的 这个叫地府的股票 从底部开始起涨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觉到一件事 这种股票就是慢慢涨 稳稳的涨 它就是这样慢慢涨 然后你看今天 到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 我公开之后 我买进之后也涨了22.5% 你看今天再涨5% 哇老师 今天是怎么样 再创了波段新高 再创了波段新高 今天来到156.5% 你觉得今天大盘是没行情 对 基本上今天大盘没什么行情 因为今天的大盘就涨18点 对不对 就涨18点 然后量缩 然后区间很窄 看到没 区间就46点 可是你却看到老师 你的地府 哇老师 是这样标的 你觉得涨很多吗 各位 如果你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基期 你就知道了 来 你觉得它涨很多吗 你觉得它涨很多吗 包括 包括 老师 你还有另外一支第五 叫康控 来 你看康控 你觉得它涨很多吗 上礼拜五十高 这个叫做底部最大量 拉回来要早买点 这是拉回让你买的 你不要等到未来它上来的时候 老师我都没买 景顶也是啊 鸿海概念股 你看 这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那天龙的股票各位 就是走主身端 所以走得很快 很急 有没有 光十月份 昌和涨了57% 讯星也涨了50几% 10月份 10月份而已哦 就讲10月份 你自己看来 各位 回到日线你看就看得懂了 来 你看 光讲10月份就涨57%了 这就是天龙的股票 有没有 你说老师 地虎的股票也很强啊 很强啊 可是各位这样才几% 这样才几% 这样才差不多30几%而已 如果你买在最低才30几% 也不可能买最低啊 所以各位 以上为买进公开 涨28% 可是这种股票 你会买得很安心啊 而上为说过了 这些股票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跟着我布局的 你都不要帮我抬轿 你也不要看我节目 去追我的股票 懂吗 因为上午会帮你准备 新的天龙 新的地虎 来各位注意看哦 重点在这里哦 各位 成功的方法可以复制啊 我说主身段 一定带来出身段 没错吧 老师对 参合跟训新 KY就是这样涨了50几% 那现在他在这里要不要买 你现在不买 11月份你就后悔啦 各位 现在是10月28号哦 各位还有这几天哦 这几天哦 赶快买好来 11月份换你来享受 哎 一样会不会涨个五成给你 机会很大呢 为什么因为他在走主身段 你说老师那今天盘很差 他有没有动来你看 我让你看一下他的江波图 是这样 你自己看 我不能透露股民 我说过的 还没有超过10% 我不能公开 各位你看 我们今天在这里买啦 你看这样多爽 你看这样多爽 好下一档天龙 我也给你看来 主身段一定带来出身段啊 都是从盘下拉上来啊 都还很好买啊 好你说老师啊地虎呢 地虎呢 地虎呢 底部起长的咧 这是不是底部起长的 来 直接放量表态 你看看 地虎你看 是不是刚打底完成 来 是不是都盘下拉上来 这都是今天的手势图哦 还有还没涨的哦 你看 还有在盘下这边 磨在这里让你吃货呢 是不是很好买 是不是很好买 你看看这些股票 是不是很好买 所以为什么上围测标 还是没变啊 因为这些我还不能公开 因为你还来得及买 这个是我要让你来买的 你错过了仓和的50几% 讯新KY50几% 各位 不用羡慕 新的天龙 各位 再看一次 新的天龙也开始表态了 各位 新的天龙已经在表态了 你不要再错过哦各位 主身段一定会大于出身段 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吧 所以你会发觉到老师 这就是他的江坡走势 哇老师强哦 买在这里爽不爽 爽啊 但是我还不能公开啊 我说没有超过10%以上 我不能公开啊 这是我给会员的承诺啊 所以你现在还能够来买 赶快来买 因为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11月份 能不能跟仓和讯息一样 再涨个50几% 你的100万多个50几万要不要 当然要啊 可是你要先买啊 你不是施后验证 你要先买啊 再来各位 天龙就这两档啊 目前上回就是做这两档天龙 多也没有 我觉得这两档是最安全 而且是正在走主身段 有没有 天龙就这两档 地虎多了一点 地虎总共有四档 我的口袋名单 所以各位其实也不多啊 这些股票啊 11月份啊 够你赚了 真的 这些股票 11月份就够你赚了 你想想看啊 两档在标主身段了 如果它跟仓和一样 各位 57% 如果它跟讯星KY一样 也是56% 对不对 你说老师那地虎的股票呢 如果地虎的股票 少说也有三成 一个月哦 一个月哦 不是叫你报半年哦 就一个月哦 你现在看到是一个月哦 而且一个月还没走完哦 一个月还没走完哦 所以我现在是要让你布局的是 11月份会狂标主身段的 天龙的股票 有两档 地虎的股票总共有四档 但是各位 我不会叫你一次买四档啊 哪些股票要动了 我又带你布局 这样懂吗 天龙就只有两档 复制仓和 讯星KY有没有 狂标 一个月内狂标五成以上的方法 再复制一次 那上文要怎么帮你 各位注意啊 为什么我推出这样的 优惠专案各位 上文的私房标股都帮你找到了 两档天龙四档地虎 这个都是由专人来清代的 效果才会加倍 为什么 我要你火力集中 我就是要你火力集中 你不要散弹打鸟 火力集中 你一百万做一档也可以 两百万做一档也可以 三百万做一档也可以 火力集中 各位去想想 如果十月初 你九月底有布局 十月份你享受 昌和标57% 讯星KY标56% 请问各位 你的财富是多少 多了五十几% 你若火力集中 不管你做昌和一档 还是做讯星KY一档 一档就够了 一档就够了 你的财富就多五成了 就多五成了 那地虎呢 也轻轻松松可以多28% 光金顶也多28% 这就是众星 所以为什么要透过专人清代 上文不知道你有多少资金 但是上文把门槛降低 你只要有一百万以上 你就来找我 透过专人清代 然后帮你规划 你要买哪一档 更重要是什么 来各位 上文推出这个感恩节大回馈 你一半一半 就这么简单 标地都找好了 你希望在11月开始 各位现在是10月底 现在买好来 11月份你享受主身段的股票 一标就是50% 地虎的股票是买的安心 抱的开心 各位随便一标也会有三成 就这么简单 你的财富很快 一个月内 多30%到50% 然后透过感恩节大回馈 上文帮你出一半 一人一半感情还没耍 你赶快来买 快压不住了 你刚才看到什么 老师 老师 我刚才看到天龙 好像快压不住了 你看 为什么大盘这样 他可以这样走 他已经在告诉你 你还不来要表啊 搞不好明天就表给你看哦 所以你赶快来 一切都来得及 因为你要的是在11月份 帮自己再赚个30% 50% 你就把握这个感恩节回馈 上文替你出一半 一人一半 感情还没耍 待会中场休息时间 赶快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亚洲投股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投股 真心照顾 亚洲投股 招牌老 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投股 真心照顾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相信全国的观众朋友 我知道台北股市越涨你越怕 为什么 怕买错 怕追高 是吧 可是你又怕不买 一路往上走 所以我说现在的盘很简单 天龙跟地虎一把抓 各位天龙就像台积电的股票 你就要持续看他什么时候 再创波段新高 那如果说老师 谁会去买台积电 台积电都是外资在买的 你把它当指标 所以你会发觉到 光10月份 上回帮你抓了天龙 仓和讯星KY 各位你自己看 光10月份涨57% 够了吧 光10月份它也涨56% 够了吧 这就是你11月份要做的股票 所以上回告诉各位 你错过了仓和讯星KY 你不要再追我的股票 你跟我成本不一样 你不要再追我的股票 你现在是要买新的天龙 我也找到两档 懂吗 你要的是现在买好11月份 成功的方法再复制一次 你买到了新天龙 各位11月份 会不会再标个50%给你 那地虎我也公开啊各位 康控金顶 你也看到一个答案啊 老师 哇 今天金顶还在创波段新高 今天的康控拉回来 创新高拉回 上位也说过 你不用担心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不用担心 因为它是底部最大量 上个礼拜是底部最大量 过景线 回撤景线要干嘛 不用我讲了吧 你是利用拉回来找买点 你知道不追高 拉回来找买点就好 因为你买的是 打底刚完成的 地虎 要往上冲的 但是这些股票我说过了 如果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跟着我同步的 你都不要买 你都不要追 我准备好新的给你 懂吗 新的天龙 新的地虎都准备好了 所以来 如果你是上位的好友 你赶快把握 上位推出的感恩节大回课 只剩下几天 就到礼拜四 这个优惠 各位这个优惠 这个优惠 就是到10月31号结案 所以只剩下三天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上位的好友 你就直接把姓名电话留好 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只要你的资金 有一百万以上 我们就会帮你规划 帮你规划 再来 如果你还不是好友的 赶快加入 上位的群组很好记 小老鼠 ED12888 一定要你发发发 加入好友 然后你要新的天龙地虎 最重要是什么 你要把你的资金 我说过一百万以上 一百万我只会帮你做一档 假设你有两百万 我会帮你规划两档股票 好不好 最多最多 你有三百万以上的 你也最多只能做三档 你不能说老师我每一档都要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因为我要你火力集中 那个效果才会加倍啊 效果才会加倍啊 不要说涨50%的股票 你买一张两张没有意义啊 懂我意思吗 你如果一百万做一档股票 它涨50% 你的一百万就变一百五十万了 这才是你要的结果啊 不是说老师 我的股票涨50% 结果你的总资产 因为你只买一张 你的总资产 你才增加5% 对不对 因为你只买一张啊 让你赚50块5万 又怎么样 你才多5% 但是如果你一百万 重压一档股票 你赚50% 你的一百万是变150万 赚钱就是比速度 而且在一个月内哦 一个月内哦 这就是走主身段的好处 就是又快又急 所以行情不等人 懂吧 所以你还没加入好友的 赶快加入 当然各位加入好友 除了从盘前 国内外的财经交点 到盘中 到盘后 甚至各位 上回还多了一个 亲自会录一段语音 来告诉你 今天的操作的精髓 好 再来持股见神 这个都是免费的 可是重点不在于 免费 重点在于新的天龙 新的地虎 已经快压不住了 各位 已经快压不住了 你是不是觉得老师 今天没什么行情 你今天行情量缩了 而且任局不大 谁缩的 是你有没有买对股票啊 是你有没有买对股票啊 这就是为什么善为把私房标股冲制班 要推这样的专案 由专人来亲自带你 然后你要确实回报 你有多少资金 怎么买 然后你不要自己偷跑 带你进一定会带你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你 效果加倍 火力集中啊 所以你才会发觉到 善为把门槛降低 天龙地虎我说过 我推出这个专案的目的在干嘛 就让你降低门槛 让你先做 让你先做 我替你出一半 一人一半 感情那不算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要买的股票就是这种股票 就像当初的昌和 为什么可以一口气标57% 当初的迅心KY 一口气一个月内可以标50几% 因为主身段一定大于出身段 这是他的江波走势 你看看多漂亮的走法 这是天龙哦 这个是主身段一定大于出身段 你要买的是这种股票 你给他一个月 他给你50% 你要不要呢 地虎呢 地虎再怎么差 你给他一个月 他还给你30% 让你买的安心 抱的开心 卖的时候笑嘻嘻 你看 已经开始表态了 现在还很好买哦 各位 现在都还很好买哦 你不要等到11月初开始 狂飙的时候 你想追你都不敢追哦 你看 还有这么好买的 还没涨的哦 你看看 还没涨的哦 还没涨的哦 这多好买 老师 这在干嘛 这在密集吃货啦 所以你就发觉到老师 为什么有的股票 吃完货了就开始会拉 懂吗 主身段一定大于出身段 主身段保证大于出身段 你错过了仓和 你错过了迅信KY 没有关系 成功的方法可以再复制 这就上午要告诉你的 现在是10月28号 你还有29号 30号 31号 还有三天 可以来买最新的天龙 跟最新的地虎 这三天买好买满 然后专人清贷 然后干嘛 11月份 你整的大赚30% 50% 然后你要把握哦 各位 把握上回推出的感恩节大回馈哦 上回替你租一半 我们一人一半 感情还没涨 然后来买最新的天龙 跟最新的地虎 请你好好把握感恩节大回馈 只要一人一半 你一半 我一半 感情还没涨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